大家好,今天讲的是并列顺序 我们学习过说明文的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的组织方法 那我们今次是学另外一样东西了 那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一分为隔月丙丁谋五班 这五班是并列的 如果我们是要说明其中一班的中文学习情况 通常用什么顺序呢? 通常排序为隔月丙丁谋排列次序逐一说明 对了,写写不同于时间的顺序和空间的顺序 变称为并列顺序 说明是并列顺序是指分点或者分段的方式 说明事物的不同的类别或者特点来写法 有例如我们说明一个很学生的良好的行为 可以分为尊师重度 友爱同学 还有勤力用公三典来说明并列顺序的写法 有例如我们说明什么的文言虚择的词语的时候 都会分知、乎、者、也、耳等不同的字词作说明 这个都是运用并列顺序 我们在学习的词文中有没有采用并列顺序呢? 装脂、莫、孔、子、家、生物之间的明妙关系折录 说明了生物之间存在相互相互相互的生态现象 靶仔身现象分为三类 一是动物之间相互相互相互的关系 二是植物之间相互相互相互的关系 三是动物和植物之间相互相互相互的关系 作者根据这三类逐项说明 者受词并列顺序说法 作者用的手法就是 动物、植物、动植物和夸种类别 作者永远顺序写作时 通常不是随便排列的 例如生物之间的明妙关系 先述动物、植物 然后再述植物之间夸种类的关系 这是顺序有一定安排的 例如我们说好学生的三个优点 我先写道德行为、尊丝动度 又爱学生再说他学习 派道是勤力用功的 这些就是有条理了 大家清楚吗? 如果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再看看 我们如何并列顺序 因为这些都不是随便的排序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举林逐中的生物的睡眠 来谈下这个问题 作者全民说明生物的特点睡眠的情况 他先后举出很多例子 蝙蝠、海参、蝗牛、蝗蜗、青蛙、植物种子、古莲子 作者的排序上面有两个标准 首先是写动物 然后是写植物 其次 他按着生物的睡眠时间 长短由短至长排列 例如动物、蝙蝠、海参、四五个月 蝗牛、二十个月 蝗牛、一百万年 青蛙、二百多万年 由此可见 同类的事物之间 亦有某些商业的地方 这些都叫我们 同中之二 便会有效地 运用并列顺序 最后 考考大家什么是并列顺序 举例说明 而使用并列顺序 学好中文的三个方法 大家做一做 练习答案 练习答案 第一条 名列顺序 是指分点或分段方式 说明事物的类别 或者各类特征的方法 例如我们说明 一个好学生的良好行为 可以分为主之众道 有外行学 勤力用功三点 再逐一生述 学生可以举其他例子 而学生可以自由装作 并列顺序 说明学好中文的三个方法 例如多阅读、多练习、多法文 大家做得对不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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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